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這邊正式歡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們 來參加這個學期第一場的假日科學廣場 很開心我們今天第一場的這個活動 就請到一個很遠很遠來的老師 多遠呢 從高雄今天一大清早就開車 然後開了很久的車 都開了大概四個小時來到我們這邊 所以我真的很感動 因為我們的這個講師是全國各地 我們找最優秀的講師來主持我們的活動 那黃老師今天的這個屏幕也非常有趣 然後要做很多低溫的還有乾冰的這些活動 菜單在這邊就是總共有12道菜 所以我們今天的這個活動結束之前 你總共會玩12個遊戲 那在12個 這12個遊戲會在兩個小時之內 我們盡量可以讓每一個小朋友 每一個大朋友都動手 然後可以體驗一下科學 而不再只是在課本上學習科學 或者在考卷上面學習科學 好 那黃老師的資歷非常豐富喔 我想先問一下 可能有一些小朋友或大朋友 你們有印象 我們曾經有一位阿達博士 周建和周老師 阿達博士來擔任我們活動講師 他是我們的好朋友 就是長久以來就是一直非常支持 這樣就是廣場 那阿達博士呢 自己也帶了一個非常優秀的講師 我們黃老師就是從這個團隊出來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這邊是 這個是阿達老師的第一穿弟子 所以他說這一件衣服是阿達老師送給他的 上面還寫著高雄師範大學阿達實驗室 對 所以從這裡就知道說 我們今天活動會非常吸引 因為是這個周老師的第一穿弟子 而且呢 那個黃老師今天還帶了他們整個團隊 另外還有三位老師 我們當然會請這個黃老師跟大家做介紹 那至於黃老師這個詳細的經歷 我真的實在搖槍撒撒 就太厲害了 我現在就不講了 學校啦 輸道團啦 得獎啦 然後街頭物理啦 就是他們在做這個科普的活動的資歷 已經超過十年以上了 所以今天的活動非常精彩 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我們的黃老師 先以熱烈掌聲歡迎 好 謝謝朱教授的這個很 對我的這個介紹 事實上我沒有他講的這麼厲害 OK 那我首先先很榮幸 先謝謝中央大學的這個科教中心的邀請 邀請我們團隊過來這邊跟各位見面 那中大這個科教團隊 一直是我們非常佩服的一個團隊 他們用很有限的資源 在朱教授的帶領之下 做很多科普的活動 所以當我們一收到這個邀請 就二話不說就立刻這個 我們的整個團體就一起過來 好 那因為我們今天時間很有限 而且雖然是兩個小時實際上時間過得很快 因為我們要做的菜很多 菜單上寫十二道菜 不過很抱歉 要加好幾道菜 是隱形的菜單 各位不介意吧 不介意 謝謝 那麼我有點貪心 因為遠道而來 很難得第一次 又是這學期的開學第一次 所以我又加了double的分量 就是除了鋼冰之外 鋼冰是其中一個主題 那麼之前為了讓各位吃到B70 所以我又加了一個 另外一個低溫的實驗 叫做液態蛋的實驗 那麼也許各位大部分小朋友有看過 不過今天這個不太一樣 那盡情期待 好 那在這之前 我要先介紹我們還有幾位老師 跟我一同過來的幾位老師 那首先在我左手邊這段是來自於 台南市的明德國中的楊怡化老師 一位老師他很有經驗啦 那就今天就請他過來跟我們一起當助手啦 事實上都比我還厲害 比我還厲害 然後再一位是那個美三老師 楊美三老師 他現在是就讀高資道物理所博士班一年級 我們也謝謝他 那在我的右手邊這位是來自於 高雄市錢津國中的蘇玉章老師 蘇老師 OK 那他是這個國中老師啦 OK 那我就開始介紹我自己啦 我是來自於高雄市五福國中的黃之星老師 那我有一個外號 外號就是各位有聽過 叫做卡卡西老師 卡卡西老師只存在於漫畫裡面 卡通裡面 那我有這個外號的原因是因為 卡卡西老師會做的一些忍術 一些事情我也會做 例如像什麼切娘 雷切啊 物影之術啊 多重影之分身之術 那也許其中一兩樣今天會用科學的方式展現出來 OK 所以敬請期待 好 那首先我現在開始直接進入主題了 你已經過了十來分了 那我今天的上半場是液態彈的演示實驗 下半場是乾冰的動手做實驗 好 那我就開始來介紹這個實驗啦 那我們都知道做實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麼事情 要注意什麼 安全 所以今天要做這個低溫實驗 真的是要這樣 這樣老師就全服武裝了 我必須要戴手套 不過很抱歉只有一雙而已 那個要戴手套 好 要戴眼鏡 這個手套有一個特殊名稱 各位猜猜看 你覺得這個手套應該叫做什麼名稱 什麼手套 防動保暖手套也不錯 然後它的正確名稱叫做防彈手套 防彈的防彈手套 要戴手套 必須要戴手套 要戴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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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眼鏡就已經起誤了 可是不影響它的功能啦 這個眼鏡不是普通的護目鏡 這眼鏡有個特殊名稱 各位 你認為它應該叫什麼名稱 防彈護目鏡 對對對 我們中央這個 中央地區的同學特別舉一反三 防彈護目鏡 要穿這個衣服 你認為這個衣服是什麼衣服 對 太厲害了 完全正確 叫防彈 反正這個系列都是要防彈 那你可不可以覺得有點好笑 這是防子彈我有點懷疑 防雞彈 NO 也不是雞彈 雞彈丟過來我會把雞捏住 好 那不防雞彈 是一種彈 現在我已經帶過來了 叫做液態彈的彈 可以嗎 那麼不管你是讀液態彈或是液態彈 用想的從字面上的意識去猜想它應該是什麼狀態 液態或是液態 像水未流動一樣的狀態 那今天老師已經帶過來了 真的是要注意安全 好 那我就開始衝 現在讓我從這個桶子 想辦法把它倒出來 這個桶子早上是裝滿的 聽說裝滿要20公斤 滿的說是20公斤 然後我要先 喔 這個其實很重要 我要先請一位同學把它打開 這邊有個蓋子 有沒有自願的 通常有自願的 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好 我們先請這位男生 你看今天 今天藍色衣服的男生 對 請注意 好 這是藍色蓋子 先打開 等一下 要我打開之前 老師先問你 跟同時問所有的人 老師是開中山高速公路 我的車速沒有很快也沒有很慢 那這是用車子載的 我還是很怕他不小心傾倒東西跑出來 所以你認為這個蓋子要蓋得很緊還是很鬆 很緊喔 對不對 要緊緊蓋住嘛 不然倒了就流出來了 路人看到都會嚇一跳 OK 那我們請你把這個蓋子打開 欸 有點奇怪喔 可是這邊的東西沒有看到 所以你換一下位置 請問是井然是中 沒有關 沒有關 好 那請你想辦法把它關起來 你可以把它鎖起來 沒有關係 OK 如果可以鎖起來的話 鎖得起來嗎 鎖不起來 好 那你把它打開 好 那你把它打開 因為它上面沒有任何的裸牙 也沒有什麼那個螺旋裝置 所以它不能鎖緊 OK 謝謝你幫我們證明這件事情 我們大家鼓掌一下 很重要 謝謝 請回座 好 他幫我們做一件事情就是 證明它是不關緊的 是很鬆的 那為什麼不要緊緊的把它蓋住呢 因為你把它緊緊的蓋住 雖然這是個保溫裝置 但是還是有一些一點點熱 熱量會跑進去 於是你把它封閉起來 最後就引發爆炸 但是我們會做這個事情 就在這個教室 可以嗎 朱老師 可以嗎 還是擔心了 就是像 對 爆炸一樣 OK 像老師做這個事情就是很危險 我把它緊緊壓住 那裡面的東西沒有辦法四方的話 最後就爆開來 所以絕對不能把它緊緊的封閉起來 好 很顯然 有沒有看到很多煙霧 有煙霧代表不是很燙就是很低溫 不是很燙就是很冰 各位猜猜看 是很燙還是很低 很冰 很冰 好 各位都很了解 好 我們把它倒出來 20公斤喔 為什麼要不要用這個 要開始觀察了 請問你觀察到倒出來的是什麼狀態 什麼體齁 真的可以用到的嗎 氣體 真的可以用到的嗎 可以 可是不能夾著拜託用到 好 用到的喔 觀察齁 這個會擋住 沒關係 移動一下 你看 好 我把它拿高一點 有點像水一樣的感覺對不對 好 它是一種蛋 一種物質叫做蛋 那麼它是液態的 我再次證明給各位看 請問家裡面有沒有這個東西 做什麼用的 搖的湯對不對 湯是固體 液體還是氣體 液體 所以搖起來 大概就是屬於液體啦 所以我來證明一下 你看 搖起來 可以嗎 可以嗎 再一次 OK 液態的蛋叫液態蛋 我們今天要用液態蛋做很多實驗 蘇本商會說這個液態的溫度很低啊 多低呢 大約是 大約是書上講的數字是 零下一個數字 我們猜猜看好了 你認為的低呢 零下零度已經很冰了喔 零的下面有一個零下70度喔 還要再低 零下178度 零下178度已經更低了喔 零的下面在178度C喔 還要再更低 還要比零下的178度還要再低 請說 大聲一點 零下191度還要再低 因為書上講的一個數字嘛 我們零下190 好像說那個 有那個1樓嘛 還有d1嘛 還有d10嘛 有 零的下面 191度還要再低 零下278度 齁沒有那麼低 沒有關係 好 最後一位同學喔 老師 好 他接近了我要說 書上這麼講 他的溫度是零下196度C 所以這些人實驗是很危險的 不能去碰觸它 因為我們碰到一個零下166度C的東西 可能會凍傷 非常危險 要帶防彈手套 可是書上所講的 書上所說的 我們必須要透過一個東西來證明 什麼東西是測量溫度的 溫度計 那麼普通的溫度計沒有辦法測量到這麼低溫 所以老師準備一個特別的溫度計 他前面的探針 他可以量到零下200度左右 好 那剛好是說零下196度C對不對 可是這個數字很小 我們請前面的同學大聲把它唸出來 好不好 前面的同學 因為你幫我們當作評判斷這個數字的 現在是幾度 大聲 21.9度 21.9度 大概這個房間的室溫 21度左右 當老師把這個探針往下的時候 數字就會跳動 你大聲把那個數字唸出來 可以嗎 看得到數字很朋友就一起唸 好 現在是多少 12. 好 開始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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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下191了 1.7 OK 1.9了 好 那我們再等待久一點 它會降低去降溫 可是問題來了 會不會剛好降到0下196度C 不一定 因為我們知道凡是測量一定會有什麼 誤差 所以這個 這個溫度計也是大約 好估計一下 不過anyway 應該至少190幾度了 好 拿出來 就變這個樣子 OK 我們要延正一旦 因為這個溫度好像是太低 有一點危險的感覺 那麼今天我們現在利用 一開始利用這麼低溫的物質 來做一些實驗 開始接下去的實驗是這樣子 家裡面有沒有這個東西 有 做什麼用的 燒開水 那麼我要請問一下 開水煮開會有什麼現象 眼睛會看到什麼 蠻好變 蠻好變 那耳朵呢 會聽到什麼 耳朵會聽到聲音 對不對 OK 那我今天也要來煮開水 我今天要燒開水 我今天要燒開水 這是空的 我把水加進去 沒什麼問題 就是普通的水 好 一罐水 我今天要燒開水 怎麼燒呢 我今天要用液胎蛋來燒開水 只要把液胎蛋加進去就可以了 你舉手老師就想辦法過去 渡過這個 這個 這個 來 你舉手老師就想辦法過去 什麼什麼 什麼好娘 你在說什麼娘 好娘 對不起 對不起 等一下 等一下 這裡 等一下 這個似乎火力不夠 所以要 加強火力 加強火力 OK 加強火力 奇怪 以前的水舞 就不會這麼好玩 怎麼今天來到中大水舞 就變好玩 好 我過來就好了 很明顯的 你有沒有觀察到有冒出冒煙的現象 眼睛有沒有看到煙 那個耳朵有沒有聽到嗚嗚的聲音 有沒有很像水被煮開了 可是真的是水被煮開了嗎 不是 因為這個溫度是低的 OK 所以注意聽 裡面有兩個物質 有兩個角色 一個是水 一個是一看 那請問是水被煮開了嗎 不是 那就是誰被煮了 液態蛋被煮了對不對 所以你仔細聽喔 那請問是 蛋來煮水還是水煮蛋 水煮蛋 對 就是水煮蛋 那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水可以煮蛋對不對 請回想一下 剛剛老師測量這個液態蛋的溫度 現在幾度 零下190幾度對不對 那麼我們常溫的水 20幾度 哪一個溫度比較高 這個溫度比較高啊 我們說溫度高的可以把熱傳給溫度低的 那蛋接受到熱 液態蛋接受到熱之後 就開始咕咕咕沸騰了 OK 好 哇看起來很恐怖齁 那有些家長會擔心齁 好 我現在調查一下 現在有沒有大朋友小朋友 現在精神不好 想要睡覺的 好 好 好 也許我可以幫助你 怎麼幫助你呢 就是把這個齁 碰不下你的臉頰 不用 為什麼 你剛剛暈去的時候 你又咬頭了 因為可能會被黏住嘛 對不對 好 我要利用這樣子一個想法 先放下 告訴各位一個 一個 回家作業 啊這個會不會黏強 這個 加了零下196的液態蛋捏 可能會黏住黏住就把不下了捏 好 你仔細觀察 觀察一個用聽的 裡面有沒有流泵的水 有 代表這些水有沒有結冰了 沒有 請問水幾度會結冰 沒有 代表這些水有沒有零度以下 沒有 你會不會怕一個沒有零度以下的東西 沒有 OK齁 所以你可以安全的 烘一下 而不會被黏住或是凍傷 因為他還有尚未結冰的水 代表他絕對不會低於零度 不然就結冰了 對不對 看一下裡面 看一下裡面可以 用聽的就可以 聽一下裡面就可以了 有沒有投給他試試看的 好 就前面這一位 請起立 抱一下就好 因為我們今天時間有限 請上台 老師抱一下你的臉頰啦 OK齁 如果黏住的話不管齁 好 黏 好冰喔 OK好 有沒有黏住 沒有啊 OK請就座 老師給你的Homework 其實大朋友小朋友說 看一下做這個事情 你們有沒有喝過零度吸的飲料 零度吸喔 就是那個飲料喝起來 譬如說這個飲料打開 我從冰箱拿出來 會怎麼樣 喝下去叫做零度吸 你們有沒有喝過 沒有 你可能覺得有點懷疑 為什麼 什麼時候會零度吸啊 難道是冰在冰箱裡面 叫做零度吸嗎 NO 你的冰箱的冷藏 大概是五度吸 或是四度吸冷藏 大概可能是零度吸 欣然老師 告訴你一個簡單的Homework 你可以回家做這個實驗 各位都有喝那個 索堯式飲料的機會對不對 有些飲料店 它的那個 那個杯子啊 是一個保麗龍做的 保溫效果好不好 好 好 往往飲料喝完 還有很多冰塊對不對 下一次你在喝之前 插吸管之前 先拿起來 做這個動作 給它這個shake 搖一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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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個三四秒 最後看 搖個三四秒 等到冰塊跟水 充分的混合搖動之後 達到熱冰冷之後 插吸管 用力吸口 那個溫度就是零度吸 可以嗎 OK 你如果不相信的話 你可以做一下的實驗 像是 在飲料店老闆前面 做這個動作之後 然後 插氣管 插溫度計下去 兩 果然是一度吸 再喝 也許它會贈送你一瓶 因為你知道它有科學實驗精神了 OK 你可以試試看 不信任要回家試試看 好 又講到題外話 就是這樣才會拖延三個時間 真的有一個同學 撞釘 撞釘 好好好 請出列 非常的有勇氣 因為我們還沒有說做什麼 時間你就自動出來 這個我們來 你會吹氣球 會 沒問題 好 不過我們今天不是吹氣球 我們是要比賽吹氣球 請上台 面對大家 那什麼比賽呢 你要跟液態氈比賽吹氣球 對 液態氈比賽吹氣球 對 液態氈比賽吹氣球 對 液態氈比賽吹氣球 沒有沒有沒有 你不用擔心 我要在這個 我要在這個瓶子裡面裝一些水 然後待會把液態氈放進去 因為我們知道水煮蛋 液態氈會大量的揮發出氈氣出來 氣體出來 於是我把氣球套在上面 它可以把氣球吹浮起來 那你要講比賽吼 你有沒有信心 好 我們先調查一下 比賽吹氣球 你認為 這個同學會贏 還是液態氈會贏 液態氈會贏 好 大家都不看到你 我告訴你 老師過去200多次的統計結果 有些人比你的年紀小 有些人比你的年紀大 200多次下來 你有一半的機會會獲勝 有的事情用想的就是不可能 去做之後認真做 反而就可以成功了 常常有這個事情 所以你要盡全力 很認真去做這個實驗 還沒有 可是我們要給他先建立 什麼建立呢? 請問這個氣球要不要做什麼事情 會讓他比較好說 拉一拉 來拉 我們給你建立 拉一拉 按摩一下 把這個彈性 這個拉鬆一點 拉鬆 欸我怎麼可以幫助一胎蛋呢? 好 來 那你的就好了 嘴巴喊太大 OK 不是 我是這個瓶子 好 落菸了 等一下 我們數一二三 你準備好了嗎? 還沒 那你要趕快準備好 好 好 一二三 還有機會喔 加油加油 我們要給他加油 我們要給他加油 幾乎大概今天差別不大 可是我們還感覺他都真的很認真的 很認真 我們給他鼓勵一下 我們都感受到你對這個實驗的認真程度了 所以不管你的結果怎麼樣 老師要給你獎勵 我要送給一個My Heart 這個氣球我要送給你 用液態蛋充的My Heart 對對對 這是很特別的 這是愛心氣球我要送給你之前 我要問你一件事情 也同時問大家 我把這個氣球用手拿著 請問我手放開這個氣球會 往上飄 往下掉 還是禁止不動 還是平衡在這附近 往下掉 因為是二氧化 三選一啦好不好 OK 反正我們待會就把上做實驗 就是這個 可以把上做實驗吧 好 那我們同時問全班 請問老師手抓的這個氣球 當我的手放開 你覺得氣球會 往上飄的請舉手 沒有關係這不是考試 答錯也無所謂 你覺得會往上飄的請舉手 好 請放下 這不是考試的 答錯反而會學更多 因為有時候你亂猜猜猜對了 就以為我會了 對不對 OK 還需要再問一次嗎 你覺得會往上飄的請舉手 好 請放下 好 第二個選擇 你覺得老師手放開氣球會往下掉的請舉手 好 請放下 好 請放下 第三個選擇是 老師的手放開氣球會平衡在附近的請舉手 好 這個很特別啦 請放下 其實有第四個選擇 第四個選項就是這樣子 當我的手放開 這個如果出現這個現象 我們就安靜的 不要慌張 離開這個教室 不要再進行實驗了 什麼事情呢 當我的手放開的時候 這個氣球好像有生命一樣 因為在這個空間 隨心所欲的這邊游走 那很抱歉 我相信我們現場都沒有辦法解釋這個現場 好 那我們就 安靜的不要慌張 不過很抱歉還沒有出現這個第四個選項 來 各位 3 2 1 往下掉對不對 奇怪 怎麼 往下掉咧 好 先不要想那麼多 我先問一下 我們是不是有看過 有氣體 有一些氣球會浮起來的 遠遠會有賣一些氣球 會飄起來就空飄氣球 請問他應該灌什麼氣體 好 清氣 好 OK 假設一個小朋友拿著一個清氣球 他很高興 因為他會飄得很好 在路上走 結果遇到一個 一個路人 一個阿伯在那邊抽煙 結果清氣球又跑過來 那個煙前面有火焰 有一點高溫的火焰 就霧燥這個氣球 後來這個氣球就會呼 就變成一個火球 阿伯就損失了頭髮 也許沒辦法有損失 小朋友的眼淚就流出來了 因為他不知道他的 買來的氣球是一個會燃燒會爆的火球 理論文這件事情會發生嗎 會 以前科學家知識豐富的時候 曾經把清氣灌成一個很大的氣球 讓人類載到天空去 於是被雷電擊中 飛船就燒起來了 那裡面的人就變成空中飛了 在落地之前 也許還有一兩分鐘的飛行時間 在上天堂之前 那顯然不能灌清氣 所以我們就選擇一個還是很輕 第二個選擇叫做 駭氣 駭氣 那麼各位在中學會學到 那請問這個是不是清氣 是不是駭氣 不是 這是什麼氣 氮氣 因為叫做液態氮 揮發成氮氣 可以嗎 好 謝謝你 可是 我送給你之後 我可能會開始討論這個氣球 為什麼 因為你會因為它而分心 你會開始拿出來 在上個過程中拿出來把玩 所以如果出現這個氣球 我就會開始通了這個氣球 那我於是就把氣球拿過來 對它做這件事情 我就開始通了這 知道嗎 所以你不要讓我對這個氣球做這個事情 可以嗎 可以齁 那你就把它收好就可以了齁 謝謝你 OK 好 你很不錯了齁 太棒了 下一個 下一個 我有點口渴 可不可以允許我喝一點水 可以吧齁 各位都是人 謝謝 這是茶啦 茶啦 因為老師晃得不太好 尤其有這兩天上了多特 可是這樣喝不好喝 要這樣子喝才好喝 今天是網路直播是不是 有 希望不要 等一下喔 電視機前面的小朋友不能在家面播嗎 OK 這個老師有練過齁 好 讚成老師為了科學實驗 把他喝掉乾杯的大朋友小朋友請舉手 就是我 老師就是我啦齁 請放下 欸我們初次見面支持度這麼高 好 請放下 欸這平下196度咧 不是開玩笑的咧 好 有沒有同情我的 覺得太為想是不要的 謝謝謝謝 好請放下 這個兼具允信跟感性 好 那麼 顯然的話是那個 支持的 同 讚成老師喝掉比較多嘛 那老師就把他 乾杯 喝掉 好酷欸 欸他怎麼 好 好 好 謝謝謝謝 欸不錯欸 我真的是上了很多次這個實驗 手勢還沒有喝就有掌聲 通常是喝完才有掌聲 不錯不錯 可是我們非同反響 好好 講了這麼多 有的沒有之後 終於感到他會乾 還不趕快 趕快 趕快喝吧 這樣子不乾脆啦 再加一點 好 好 預備喔 這應該是很多的 可以的嗎 可以的嗎 可以 你有喝過嗎 我就說不能模仿 預備喔 三 這次不能再講廢話 三 二 一 現在的國中老師 我們要做一些奇怪的實驗好了 還更好 欸等一下 我沒有喝吧 你也讓我喝吧 你也讓我喝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吃你的鼻子 然後扭我會噴 扭喔 扭的鼻子都這樣子 哪里的扭的鼻子都這樣子 還喝你的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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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沒了 你也沒了 欸 你通常看我都有點擋真的吧 謝謝 能不能喝 液態蛋能不能喝 第一件事情 東西能不能喝 要看它有沒有讀 那我要問一下 請問你覺得 液態蛋有沒有讀 有 好 我們也不太了解 不過老師希望請你全部的朋友 大面小朋友做一個實驗 在這邊 做什麼實驗呢 請你現在深呼吸口空氣 我告訴你 你吸到的空氣 大部分都是大氣 跟液態蛋是相同成分 請問你會不會因為吸了一個空氣而中毒 不會 所以 液態蛋本質上是無毒的 只是它現在的溫度很怎麼樣而已 很冰很低溫對不對 所以老師在 做這樣子一個時間之前 我有練習過 我用我學過的知識 告訴我怎麼樣才可以避免危險 可是電視機前面的小朋友不能在家裡面模仿 誰家裡面會有液態蛋 多講 OK 好 沒有問題 可是問題來了 我一開始喝覺得不怎麼樣 不以為意 等我漸漸開始 演示這個時間越來越多次 一兩百次之後發現 喝這個東西喝久了會有後遺症 什麼後遺症呢 就是當你喝完的 過後的幾分鐘之內 會不斷的打嗝跟放屁 好啦 放屁是我故意講的 打嗝是會啦 放屁不關我的事情 OK 好 所以這個無毒的 而且這個純度是99.995% 完全都是氮的成分 氮氣的成分 但是現在0.005% 也許是別的氣體吧 OK 那已經是那個精確度以下的啦 好 接下去 把握時間 我要做一個實驗 叫做恐怖垃圾蛋 我先說 真的很恐怖喔 我需要一個同學 真的很恐怖喔 不是假的喔 真的很恐怖喔 好 請 最旁邊這個同學 上台 我們今天要讓那個邊邊的同學 有上台的機會 好 各位請看 我手中一個垃圾蛋 這是阿拉伯士送給我的 垃圾蛋有什麼恐怖的呢 恐怖的是 它很長 這個長 垃圾蛋就長 就長條形的啊 這樣有什麼恐怖呢 恐怖的是 待會你要對它 吹氣 吹氣像這樣吹 吹氣要像氣球一樣把它吹綁 這樣你沒有什麼啊 就多吹幾下就好了啊 恐怖的是 只能用一口氣就把它吹綁 只能用一口氣 你了解這規則嗎 我示範一次可以看 就是這樣子 不可以中途投彎氣 投彎氣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太危險了 我們全班都會知道齁 OK 只能用幾口氣 一口氣 好你準備好就請開始 沒關係 沒關係我們 這次反而是一個 Mission impossible 可是你要認真啦 你要認真 我們要感受到你的認真 好OK 沒關係我們也給你一些時間 看你用什麼方法 當然你不可以先把空氣撓進去 好不好 撐開沒有問題 好1啦 那我們改變遊戲規則 看幾口氣可以把它吹起來 好不好 這是 1 2 3 4 5 5 這不是氣喘發作的時候做的事情 等一下 我們把它吹補起來 吹補起來好不好 5 我們繼續吹補 因為有辦法 只要不要弄氣這樣好了 有辦法不用灰心 好不好 OK 沒關係我們再 我們給他一點掌聲好了 好不好 我認為你看 你很盡全力的 可是把它用吹的鼓起來 好不好 沒關係 就把這個做好就好了 好 1 2 3 快好了快 再三口就 5 5 6 7 8 你不能把它吸回去 9 10 喔 好這樣好了 你覺得這個難不難 很難 很難齁 等一下我先問一個嚴肅的問題 你應該不會認為是老師在整你吧 不會啦 如果造成這個感覺 我真的很抱歉 不然這樣好了 換我試試看 好不好 換我試試看就沒有整人的問題 只能吹幾口氣 一口 那你幫老師抓 這兩個角 因為比賽要公平嘛 所以老師要把裡面的氣 完全擠出來 好 那你幫我拿好 拿高一點 為什麼你要拿好呢 因為我要閃避這些潮濕的地區 OK 拿好就好了 不要拉過去啦 拿好就好了 一口氣喔 要開好 所以有沒有違反規則喔 所以 3 2 1 因為你離我最近請問我有沒有犯規 沒有 沒有齁 用半口氣不算犯規啦 OK 那問題來了 我應該用的一些方法 還是一些技巧 不知道各位同學有沒有看出來 有 有 什麼方法 老師剛剛喝液態蛋 把氣憋住你 我剛剛喝液態蛋 有這麼會憋嗎 不過產生關聯是好的 因為我剛剛有喝法 不然來 你有沒有喝一下 我們沒有辦法進行這個實驗 好 那 OK 你可以試試看是不是 好 可是我們今天 實驗就直接了 OK 我用一些方法 我再試拍一次 好再一次 因為 我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 氣球 這個 垃圾蛋這麼大 即便我把肺裡面的空氣整個裝進去 炸乾我的肺裡面的空氣 也是吹不把 所以我必須要應用我學過的一些知識 我要 應用我的科學知識 召喚風的力量 好啊 所以注意看喔 應用風的力量 我這樣子吹 吹不把 所以我要這樣子吹 慢動作喔 這樣做換的吧 OK 謝謝 這不是我今天 我記得我們 中醫大的這個 很有水準 真正 不一樣 非常的好 來 所以 可以嗎 我知道我的肺 我的力量有限 所以當我往內吹的時候 我還要帶動周圍的空氣 一起 沒錯吧 OK 老師 這樣子跟我們生活有什麼 結合嗎 有 我後來去逛街 我看到一種 產品 跟這個原理 完全一模一樣 有人知道嗎 最近 剛出現的 啊 你好像在比這件事情 對 啊 對 完全正確 它是沒有散業的 它是沒有散業的 那中間會有 手還可以穿過去對不對 那為什麼它中間會有風吹出來呢 因為它周圍有一圈噴射氣流 當它高速的噴射氣流 噴出來的時候 會帶動空氣流動 OK 那我們學題上就叫做 白土力原理 好 可是這樣子 有符合主題嗎 我們這個主題還記得嗎 叫做什麼垃圾袋 好 請問這樣恐怖嗎 不恐怖喔 恐怖人家來了 我要再徵求三位同學 你是 兩 好 兩個女生兩個男生好了 好 就請這一位 還有 這一位 你還是 還有一位男生 這一位 陳 宣寧同學 好 OK 請上台 站在這邊就好了 來 我們待會要進行恐怖垃圾袋實驗 那我要先找你們做練習 看看你們這個操作實驗的平活度怎麼樣 好 等一下做好像接力 大內接力一樣 數一二三之後 把這個塑膠袋交給下一位同學 好 我的下一位就是你 好 一二三 那數一二三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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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樣怎麼不容易 容易對不對 開始有點無聊了 因為你們是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之下 操作這個實驗 你現在要有壓力了 因為我要在裡面 田中 液態蛋 把握力了 你到過手 開了 你們是在外面 超級太大了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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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短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三 一二三 一二三 因為現在這個口是開放的 它冒出來的氣體會跑走 所以我要再重複一次 很像的實驗好了 我要...這是要把它封起來的 好...請 預備喔 鑰匙一二三傳給下一位啦 一二三 一二三 不要吊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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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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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 我眼放掉了喔 好...沒關係 OK...好... 好...我們掌聲謝謝這四位同學啦 好... 請問這樣子恐怖... 應該有點恐怖了啦 不過我們是恐怖的目的喔 我們是要比較... 咻... 綁起來之後 它冒出來的 淡氣有沒有地方跑走 沒有地方跑走 當你把它封閉起來 而淡氣繼續產生的時候 它裡面的氣壓壓力就越來越大 所以氣球就膨脹膨脹 最後這個... 出膠袋受不了就爆開了 OK... 所以... 液胎蛋絕對不能把它封閉起來 否則它就壓力過大而產生爆炸 好... 那麼請問這個袋子 一開始有沒有破掉 因為剛剛我聽到一個 欸... 袋子好像破掉了 因為你看到有一點煙對不對 所以就覺得袋子破掉 那是... 這個... 水蒸氣凝結的小水滴啦 好...下一個...下一個... 我的實驗很有限齁 來...下一個... 哦...它做什麼實驗 做一些很基本的實驗 主餐 這個... 這個主餐的故事齁 我們已經都看過很多次了 這個餐一開始是軟的對不對 菜葉嘛 它把它泡進去咧 好... 便利 好...OK喔 誰會點得... 欸... 請問這個是... 什麼煮蛋啊 水... 沒有了是沒有水了 菜煮蛋... 菜煮蛋... 因為菜的目度比較高嘛 好...完成了 注意看囉 我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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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等一下我先確定它是不是真的香蕉 因為有時候有些魔術師會用道具香蕉 那怎麼樣證明它是真的呢 我冰了... 對對對... 吃一口 我冰了... 我冰了有一個地方的香蕉冰很有名 旗山 後來開了一間 那叫皮仔冰匠 它的香蕉冰是用純正的香蕉去做的 可是我今天要做的香蕉冰比它更純正 因為我是連皮帶骨整支香蕉去做的 這樣都純正吧 你有吃過香蕉冰是連皮都要去做嗎 蛤... 製作的香蕉冰需要一點時間 那我們要做別的實驗 因為這個等下是兩分鐘 做什麼實驗呢 這個實驗 彈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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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力球有沒有很有彈性 有喔 小時候各位都有玩過對不對 那待會兒要把彈力球丟到這個 地彈裡面去讓它降低溫度 讓它的氣質可能會改變喔 可是你要注意這個彈力球齁 我不知道 這個彈力球在你的手上 你要特別注意 可以 需要再一次嗎 我其實不在病魔術 我在證明一件事情 叫做原子不滅 叫做物質不可能平空消失 也不可能無中生有 另外一隻手 另外一隻手 當然啦 因為物質不可能 無中生有啊 對不對 它只是跑去別的地方 不可能無中生有 不可能平空消失 好啊 這都需要時間 在這個時間我要再做別的實驗 這是個 眼鏡盒嗎 一個盒子 它裝了一個筆 裝了什麼筆呢 鋼筆 這是筆 很像剛筆的東西 這個是一個 雷色筆 各位有沒有看到空間中 有一個亮點之外 還有一道綠色的光束打過去 有 有嗎 有 我是說一道光束 沒有 沒有啊 我一定要讓這道光束現行 隨便看 因為放棄中沒有 有 有嗎 有 有 好像電力不夠響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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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要先問一件事情 你們 請問你看到這條光束是直線還是曲線 直線 所以光是走什麼線的 直線 OK 好 非常的好 接著要進行卡卡西老師才會的 多重你分身之術 好 可是我需要一個法法 多重你分身之術 一個 一個 片叫塑膠片 幾個點 一個 透過這個塑膠片 兩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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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點 16個 25個 多個點對不對 超過10個 哪一個才是本尊 你怎麼知道 最漂亮 最漂亮 因為它的 因為它的 查克拉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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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越強 這跟我們光學裡面的這個 繞色有關係 那麼這個塑膠片 把寶石來自於這個塑膠片 工廠在塑膠片上面做一些切割 很細的切割 在幾公分之內做了幾十萬條的切割 光通過一個小匣 它會散開 OK 好 那這個魚戲節目表演完之後 終於要來看我們的 什麼東西了 香蕉 好來 香蕉來 唉 香蕉可能需要一點時間 我先把那個球拿出來好了 那這球 等一下 這個球已經完成了 請問你覺得它有彈氣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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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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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 那個尺碎好像有點空隙 在 harm lab 它還是有彈性 不過這個彈性是屬於比較軟的彈性 是硬的彈性 它好像很硬像石頭一個樣的感 彈珠的感覺あります 波爐株也是有彈性啊 它有剛性的彈性 啊,這時候有沒有用手去抓啊 噢,對不起 大家都覺得不行對不對 答案是 你如果正確操作就可以 可是要什麼正確操作呢? 不要這樣子去抓 你不要直接抓哦 這樣子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這麼做? 太平了 避免接觸太久 好,ok哦 因為熱的傳遞需要時間 讓我們很短的時間接觸 它是來不及幫我們手上的熱帶走的 好,接著我就需要帶手套了 因為裡面有個什麼? OK,好,來 來,我們桌子椅子都很好對不對 所以就不需要敲敲打打 如果你的椅子壞掉是可以幫你修 因為可以當點 還有冰子,可以拿一冰 可以拿一冰 好,來,可以當作好了 這個其實不是很老酷的 不過表面上是斷成兩半 你另外一個說法是 我們就有兩份香蕉冰配吃了 OK,好 好,anyway 它已經定進去了嘛 我要嘗試一下這個 這個 假裝一下就好了啦 假裝一下,你不要出去用力 也不要太假裝啦 稍微動一下 是不是很緊? OK,好,應該沒有問題 來 因為你們坐前面比較容易操作 這個真的很緊的 這個真的很緊的 真的很硬 結動之後,教育之後 它的性質會改變 所以 於是 老師就要來講一個故事 醫院裡面 人來人往 有一天 送來一個病人 醫生跟他診斷之後 告訴這個病人 你得到一個不治之症 癌症末期 你的生命只剩下最後半年 最後六個月 如果你是那個醫生 如果你是醫生 你要怎麼幫助他? 你有一個病人 他得到一個不治之症 現在科技沒有辦法救他 動起來 動起來 因為呼應主題對不對 把他動起來 讓他進入冬年狀態 過了一百年之後 科技應該是比較進步了 再把他退兵解凍 用當時的高科技 一百年後的高科技 再把他醫治好 那問題來了 你認為把一個病人 動了一百年之後 會不會有一些問題 可能有什麼問題 他可能解凍了 可能已經掛掉了 可能一開始解凍的時候 就已經死掉了 而這個答案一百年後才知道 沒有 開玩笑 所以很麻煩 這個實驗實在是個難題 所以我們要做人體實驗之前 應該要做什麼實驗 動物實驗 例如說 把小小鼠丟進去 加一片的寵物 小狗小毛丟進去 小狗小毛丟進去 如果 那個在退兵之後 還是可以活蹦到那樣的話 那應該叫做 動物實驗成功 可是問題來了 你冷心把自己的寵物 丟進去嗎 不冷心 而且會被罵對不對 會被那個小狗的媽媽罵對不對 也是太殘忍了 所以 為了避免被罵 我們要用 沒有生命的動物做實驗 好 我要調查一下 你會怕氣球爆掉的同學請舉手 請舉手就好了 你會對氣球爆掉過敏的同學 好 那我就離你們遠一點 好 為了避免被罵 我就... 小狗 小狗 宣傳 還row 拿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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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ימka 拿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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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夾亂 有了 可以冷藏 可以整個 來,環環表結束 一鼓作鏡 對,我再次證明了原子不滅、物質守恒 你可以叫做小狗或小小鼠 小狗喜歡洗澡 洗完澡的小狗會變什麼樣子呢 預備喔 3 2 1 小牆,他就是叫小牆 小牆 怎麼會叫小牆 好,我看到有東西在誤住耳朵 其實,你不要太擔心 因為我們有聽過的句話叫做熱脹 那請問這是熱還是冷 冷 冷應該要怎麼樣 大部分的物質都會熱脹很縮 尤其空氣很明顯很劇烈 所以,洗完澡的小狗 架溫之後的小狗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現在好像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樣了 熱熱熱 他滿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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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喔 有! 他很奇怪 起死為分 等一下…熱脹嘛 對不對 好 起死為分 什麼蛋喔 起死為分 那這是什麼樣子 不過他剛從陳翠衝出行 有點繞枕的現象 所以就是頭 頭歪歪啦 到繞枕 還有老師會搽喔 我把他搽回來 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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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不是啦 剛剛好像不是這個顏色 欸 剛剛 有同學提出來剛剛好像不是這個顏色齁 大家再放一支好了 好啦 因為裡面有兩支啦 不要賣到三隻了 不要賣到三隻了 好啦 再看一次了 再看一次了 因為你沒有兩隻 熱脹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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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喔 因為你看 誰貴你不能兩隻狗一起洗澡 OK 好 一樣他需要喬一下 阿尾巴怎麼還這樣 戴著口罩也可以吹 非常好 那請問一下 不管是橘狗或是懶狗 請問有沒有恢復成原狀 大概都有對不對 所以叫做動物實驗成功 接著我們可以做人體實驗 有沒有資源 我 我還沒有說做什麼實驗 你就這麼自願 好 非常的好 那就是你了 好不好 呂少豪同學 請出練 來 簡單 好 我給你兩個選擇 一個是手進去 一個是一太單拿出來 什麼意思 就是手直接進去 那第二個咧 第二個就是一太單出來 倒出來 對 第二個好 非常好 OK 那也許我們以大家都看得到 你站在這邊好了 這樣大家看得到 OK 好喔 我問你一件問題阿 你喜不喜歡上學 喜歡這個嗎 有時候喜歡有時候不喜歡對不對 那你下個禮拜你還想去學校上課嗎 如果你不想的話 也許我可以幫助你 開玩笑的阿 好 剪刀石頭布 布 布 出布 布 出布 不是癮的 好 不要不要不要 出布 好 而且是背面布喔 不是正面布喔 再一次 是背面布喔 不可以是正面布喔 也不是騙人布喔 這是背面布就好了 好 開始 我們要對你做一件事情 因為你剛剛選擇 把一太單拿出來做實驗 所以就這麼做 我要把一太單 要倒一點 好 不要動 你動我有點緊張喔 好 這樣 好高喔 對… 好高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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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開始後悔了嗎 沒有啦 好 我們數一二三啦 好 來 三 一二三 沒有 這是彩排 因為有些人會當一二三 一二三 這就是來真的了 好 來吧 好 來吧 好 預備喔 一 二 三 不送啦 等一下等一下 我還要訪問你 不要自己講的 這樣子 看你不對啊 我要先訪問你 好啦 不過還不錯 我要說 請問你有什麼感覺 很舒服 很舒服 很舒服的感覺對不對 好 你先不要離開啦 老師把這個實驗再重複一次 我們剛剛有說過一件事情 換手喔 我要重複 我啦 我要重複啦 我做 我們剛剛有說 這個熱的交換 熱的傳遞需要時間對不對 雖然這個問題很低 可是在接觸的時間很短的情況之下 他來不一起把皮膚表面的熱帶走 所以 我們可以做這個樣子的實驗 好 好 現在B可以試了嗎 甚至還可以做 跟這個人一下的實驗 好 可以看喔 一熱帶 手下去喔 好 一樣子喔 電子機前面的小朋友不要在這裡模仿 好 注意看喔 這個頻率要這樣子 要快一點 時間很短 是安全的 這樣子 欸 我應該是 有 你有沒有看到 我收拾有興趣 一樣子喔 OK 時間要長還是短 短 為什麼要短 因為在短暫的時間 他來不及把熱帶走 OK 好 所以可以做這個實驗 然後請問一下 你願意進行這個實驗的同學 請舉手 就是 OK 就是 再一點點到手上 感 體驗一下喔 好 那我們歡迎大朋友小朋友 任何的年齡 這是安全的 那請 從我的左邊 排成一路 我稍微 讓自己起來 走動一下 一定都有機會 所以不用緊張 好 我們先走動一下 這個五分鐘的時間 進行這件事情 好 一張來過來 也是一下 好 來 請到這邊來 小一點點 可以嗎 好 下一位 好 那我說一下為什麼 只能用背面不用正面 因為當你用正面的時候 這個中心喔 掌心會相對比較高 是比較低 比較低 這樣子 液態蛋就累積在手上 你的掌心就出現 痛的感覺 那當然你會把它甩開啦 OK 那 用長輩的原因是因為 它會順著 溜下來 滑下來 順著你的長輩溜下來 好 待會我們要用液態蛋 來做一個 最後一個實驗 就是我們要用液態蛋 來做冰淇淋 這個冰淇淋的口味 各個學校都不太一樣 阿寶石是用兩種主要材料 一個是鮮奶油 一個因為叫Ice cream嘛 要用奶油 另外一個叫做鮮奶 鮮奶 兩個加在一起攪一攪 用一比例的比例攪一攪 最後做好的時候再加點巧克力 畫龍點子 巧克力 而且這個巧克力也是經過我多次實驗之後 所挑選的最大的巧克力之一啦 可以 那麼很抱歉 要吃到這個冰淇淋 我們老師會待會製作 現場就會製作 你可以觀看 之前要先通過一個考驗 那這個考驗 跟我們下半場的實驗有關係的 那麼下半場的實驗是 乾冰的動手做實驗 如果你剛剛沒有動手的同學 待會一定會有很多機會讓你動手 那麼為什麼我們要發展乾冰的實驗呢 第一個原因是讓中學老師可以去參考 教材的參考 第一個原因是我們看到一個現象 有一次我在看新聞 有一個新聞世界登上的新聞版面 就是有一個知名的主持人 主持一個節目叫做留言追追追 那是一個科學實驗的節目 他把乾冰做了一件事情 這個實驗絕對不能做 沒有什麼還不 對 他把這個 我們剛剛已經都知道了嘛 這個密閉空間 這個 丟進去 打碎敲進去 把它鎖起來 鎖起來 於是這樣子有沒有密閉了 那乾冰其實是 氣體變成的 什麼氣體呢 二氧化碳變成的乾冰 它的本質是二氧化碳 它會揮發升華成二氧化碳 於是它把密閉 最後就在近距離 產生一個爆炸爆開的事情 等一下 結果這個主持人的臉 就被碎片割傷 看到那個畫面還有出現流血的現象 如果刺到眼睛那可不得了 OK 那麼後來我們就想到一件事情 其實乾冰 實驗 在中學都有提到 中學老師都 因為這是課外 課外的實驗 所以都不會去拿來用 所以我們就發展了幾個實驗 給各位做參考 好 那麼待會各位在用乾冰 因為它的物質大概是零下80度C 一定要帶一個東西 請帶什麼 手套 你用手直接去碰會會動傷 所以一定要帶手套 不過很抱歉 手套只有一隻 美人一隻 就夠了 好 那第一件事情 為什麼乾冰叫做乾冰呢 因為乾的 因為是乾的 那什麼叫做乾的 它怎麼會不會有水 因為它根本就不是水變的 對不對 我們剛剛說它是什麼變的 氣 氣 那個氣叫做二氧化碳 我們念一次 二氧化碳 OK 所以第一件事情 請你對它做這個動作 什麼動作呢 噓 擺在桌上 然後開始觀察 這個很大玩 你們帶手套做這個事情 OK 這樣子 開滑 開滑 OK 我在這邊做好了 因為 這樣才看得到 很滑 這個事情 要先觀察到這個線 它要很滑 這個事情跟什麼很像呢 有一種遊樂場 它會有一個玩具 就是 有一個圓盤 你這樣咕咕咕咕咕咕 有沒有 它也是很滑 對不對 OK 底下有氣 那為什麼這個乾冰很滑呢 第一件事情 要先請各位 觀察到這個線 這樣再說 所以現在請 各組的 那個小隊伏 其實把手套 趴下去之後 就可以過來拿乾冰 一桌 一塊乾冰 有手套就在拿乾冰 一塊乾冰 先進行乾冰的觀察 乾冰的觀察 手套都拿到之後 就可以拿乾冰 乾冰在正前方 好 好 那麼我們要同時把乾冰 好 謝謝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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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同時把乾冰發下去 好 那 一張老師幫我發一下 很簡單 就是 戴手套 把他發下去 就有一盞 好 我們把乾冰發下去 第一件事先觀察 好 翻證 沒有關係 你觀察到任何的都是好的好的 好 用船的好了 好 一桌 先拿一塊 因為我們還有其他 那 staring 一桌 來 好 一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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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那個湯乳熊那個玩具 很滑 還這樣吃過小對不對 但為什麼它很滑 為什麼它很滑 感覺很滑 感覺很滑 你一定要帶走它才可以觸摸乾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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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暫停你手上的動作 因為我們還有很多時間要做的 好 然後眼睛看我手上的動作先暫停 好 我們配合一下好不好 待會還有時間看各位動手操作 OK 請看我 請看我 好 我們同時做這件事情 就是注意前面 好 那我們才會快 OK 請問這個你給你這一塊 冰冰涼涼的固體 它是乾的 它是冰的啦 那請問它為什麼是乾的呢 因為它會產生水 潮溼的水 不會 因為它是二氧化碳的固碳 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它很滑 因為啊 它底這個 乾冰碰到了桌面之後 接觸到桌面 請問桌子比較 溫度比較高還是乾冰 桌子 所以誰會把熱給乾冰 桌子 乾冰吸熱之後 它就會氣化成二氧化碳 所以它就有一層空氣 把自己電起來 叫做氣電 電起來之後 它有點漂浮在桌面上 它就會有滑動的感覺 好 這是第一件事情 好 第二件事情 我要做一個頭部的實驗 謝謝 我要重現知名主持人 為什麼會產生爆炸的原因 注意看喔 因為它把它封閉起來 先注意看 它把它封閉在寶特瓶裡面 你們千萬不能做一樣的事情 因為主持人很有經驗 而且又有老師的指導 又會發生意外 所以小朋友都不能做這個事情 老師用一個很像的實驗來代替 我準備一個底片盒 底片盒打開 然後把乾冰放進去 可是這樣放得進去嗎 所以喔 敲小塊一點 好 我講我講 好 一塊我老師再點 好 我現在把它封閉起來 封閉起來就會開始危險了 封閉起來就會開始危險了 我把它蓋起來 因為密閉空間裡面 當裡面的氣體越來越多的時候 就會產生壓力越來越大的現象 於是我們要趕快走開 好 已經蓋起來了 喔 這個特效做得很好 太棒了 這個 到底要等多久啊 能不能快一點 我們直接把怪盒 當你把它封閉起來 壓力越來越大 最後就會爆它 好 等一下 我喝了 好了 這樣子好了啦 等待的同時 喔喔喔喔 喔喔 出其不利喔 好 那待會 老師他們就會有 五分鐘 進行這個實驗 所以待會 待會請你把乾冰 變成小塊 然後把它放到底片的裡面 可是要注意 特別注意 你蓋緊之後 蓋緊之後 不能做接下來的事情 你不要把它拿起來 你讓它在桌上就好了 因為你一拿起來 這個蓋子可能會往別人射 所以就放著 還會往天空 爆開啦 可以嗎 好 那我們一桌 應該有一個底片盒 請你把它放下去 這個 還是簡單 這樣子 啊 已經繞了 好 再給你看 我們就一開場啊 你拍到嗎 沒有 你拍到嗎 他壓力越來越大 最後會超過這個底片盒所能承受的 哥哥就爆開了 不過很緊張 因為這個威力不會很強 這是爆開的效果 一點點效果 請問這樣有沒有把它密閉起來 沒有 有有我把它關起來了 照理說這樣子的那個 關起來裡面的氣體會越來越亂 是越來越少 好那可是這樣速率很慢對不對 為了加快請待會兒 老師有一個槌子 這樣子很慢啊 為了加快速度 把它敲碎 敲碎就變快了 好老師做示範實驗 待會你們才知道怎麼做 好 他就開始越戰越大 可是有同學會說 老師這個好像破掉對不對 你覺得這是不是破掉 不是喔 好 那現在請各位同學做這個實驗 做進行這個實驗 來 我就把它放在桌上 因為它開始危險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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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 你這個很恐怖欸 這個很恐怖欸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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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很恐怖欸 我把它拿剛好 好不好 恐怖就恐怖我把它拿好 好可怕 有的肝咪量不夠 就只能看到膨脹的效果 不會 這個 這個實驗 老師我們就跟排出狼加速了 對啊 你怎麼讓它加速的 我不知道 咬一咬就加速了 滾 好 可是我開始感覺 這個實驗要持續很久 所以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些恐怖的未爆彈收集到一個地方 然後遠離我們 所以現在請各位小隊伍老師把它收到前面好了 老師我們的安危自己到 收到前面好了 要爆就讓它這邊爆 放在那邊 那就是爆過去 那遠離我們 如果有爆的話我們就尖叫一下就好 我要請各位喝茶 那待會同時做兩個實驗 一個實驗是這樣子 邊喝茶邊做實驗 鐵湯匙 另外看乾冰 隨便再發乾冰給各位 趕快做一些事情 注意看喔 這個實驗想通的話 對你待會的挑戰有幫助 我告訴你 我這個湯匙齁 自己會發出聲音 跳舞 當我做這次的時候 對 對 對 這兩個氣勢的時候 那我好愛氣 好酷 你要去想 那為什麼會聲 一開始有聲音 後來沒有聲音 為什麼會這樣子 好 待會讓你想 那你做這個 這也可以 來 注意看喔 有什麼效果 有什麼效果 有沒有別的 來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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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六個湯匙 有點討厭的聲音 好下一個 在做這個實驗之前 老師要一邊騎你們喝飲料 這是沒有過關就可以喝的飲料 這個實驗名稱叫做千年傳統全新感受 各位是不是有聽過這個台詞對不對 有吧 就在賽德克巴爾之前的還叫七號 有一個酒叫做千年傳統全新感受 我這個實驗名稱完全是仿照他 因為 我還請你們喝冬瓜茶 冬瓜茶應該是一個 沒有千年也有幾百年的一個飲料 倒出來 有誰要喝 我 我這樣子好了 我請 我請老師喝好了 來 慶祝這個開學愉快 好 那老師 那個你呢 你要告訴我們這個口味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要從你的這個 這個 口味 確定這個 就是直接喝 這是新 都是 沒有沒有就是這樣喝 我們要先做原本的 千年傳統 對 啊 乾杯非常的 這個豪邁的 老師請問這個口味跟你印象中的冬瓜茶 都一樣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是甜的 沒有走味吧 沒有 這叫做千 沒有過期我們早上才買的而已 千年傳統 今天我們要給 這個杯子就是你的 我們要給他一個 謝謝那個豬老師 他知道 好 待會兒要吃一點時間 製作下一點時間 好 OK 謝謝他 我們要給他改變口味 怎麼改變呢 OK 我先把乾杯丟進去 等一下每一桌會有 會有那個 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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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現在 還沒有做好 你要等待五分鐘以上 才可以喝 可以嗎 你們有沒有耐心等待五分鐘 有 有 那麼這五分鐘期間 你要做什麼事情呢 你要做這個 湯匙 跟這個 的實驗 好 那麼假如說你完成之後 過了五分鐘 老實說你小杯子 每一桌 可以進行這個試喝 好 再來不夠 我要一次告訴你們 你們要挑戰什麼 注意看 等一下我們的最後一關 吃冰淇淋的挑戰 就是這個 叫做疊疊了 疊疊了 我先示範給你看 羅莫 注意看 每一桌 你桌為單位 每一桌會有五個羅莫 第一個 第三個 第二個 第四個 第五個 第五個 好 這樣就完成了 有沒有問題 好 這樣子濃不容易 容易 不過你這件事情 挑戰是 這五個羅莫 站著長相是這樣子 要在乾冰上面完成 而且要持續十秒以上 而且要持續十秒以上 當你疊好的時候 就倒 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超過十秒 但你不能一四五六七八九十 這樣子 我們就判定成功 成功就可以吃一球 液菜蛋 冰淇淋 而我們特別準備了 搭配好的 除了一球之外 我們搭配那個 搭配的是 甜筒餅乾 成裝的 完全就是冰淇淋 這個之間可以吃 這樣可以嗎 每個人都可以吃 大概整個人都有 你不要小看這個挑戰 這個挑戰 你只要合作有恆心 雖然一開始被失敗 大概最後都會成功 但各位準備好了嗎 我們來做三件事情 第一個 湯匙打擊月 第二個 喝 中巴茶 可是要等五分鐘 第三個 完成挑戰 那老師就會在前面 現場製作冰淇淋 可以嗎 我們還有二十分鐘左右 好 那我們就把 對 我們就把大塊的 鋼冰 跟羅帽發給大家 這一塊 大鋼冰 你要 你要把這五個疊在上面 老師 隨便是不是都可以 就是這樣子 條件就是這樣子 非常簡單 好 那我們就請開始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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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酸、變吸酒對不對 生生 生生冰冰的 跟啤酒很像 啤酒就有氣啦 可以回答一些問題 討論一下 阿漢有吃到冰的朋友 也歡迎到前面 嘗一下 嘗一下 這個乾冰可能要回收了吧 我們要請 對付老師把乾冰回收 我先回答問題 有問題要提出來了 關於今天的課程 乾冰 如果是在中立的話 我不是很確定 不過每個 大城或大鎮 都有一種店叫乾冰店 那如果 要去哪裡買 當然你可以問科教中心 不過他們一定懂 因為我發現中央大學 有人在用一胎蛋 他們相關的產業品來得到 你們問得到 我們盡量找找看 然後把資金公布在廣告上 不過這個要麻煩 可能會有那個 廣告協議 我們會特定廠商做廣告協議 所以如果各位可以 自己想找得到 就同意 好 打另外一個問題 你問另外一個問題 謝謝你的問題 他要注意安全 我們要把他公布一起來 等一下老師再回答 請說 伊太太大 要去氣體公司 這個問題要問中大的科教中心 也會得到 現在可以回答 中央大學都有 所以如果你想要很自由 無限的 幾乎無限的 取用液態代的話 歡迎來到我們中央大學學生 好 你要做實驗的話 你有絕對正當的理由 可以隨時取用液態代 我不是很敷衍喔 我是很認真喔 大家不要親一下 切姊說 真的 真的 我們 其實我以前是中大的學生 我是讀光電所 畢業的 他們記得我們隔壁實驗室 都有人會使用液態檔嗎 但如果自己要去買的話 就用奔燒鍋裝一些 也許兩公升 三公升 他會賣你這樣子 要注意一下 不要把它封閉起來 就可以了 好 那 我想大家應該都是一油味劑 不管是玩的一油味劑 還是吃的一油味劑 都覺得王 今天實在 很開心 最後再一次謝謝教授的邀請 我很榮幸 也很棒 覺得 千里之外來到這個中大 來上課 覺得 感覺到很棒 這邊的同學 讓我覺得很感動 所以再次謝謝各位的 今天的那個 過來上課 好 好 做一個小節 小小的結束 剛剛其實 花老師有提到 我們其實是最驕傲的 因為花老師 是我們媽媽 其實自己的學育之大 的 花老師今天就是 然後今天願意回到 補校來 算是服務 對不對 是的 真的 真的 真的非常開心 那我自己有一個小小的感想 是 要去幫她分享 就是 大家最近應該看到 很多 在教育界的 負面的新聞 最近實在是相當多 但是呢 好險 我們也是有像 華老師這樣的 對 這麼認真 然後這麼努力的 在做科學教育 科學 補期推廣的動作 這樣的老師 所以 就是因為 因為認識他們才讓我們 覺得我們的國家 未來是有希望的 然後 今天來的 所有的小朋友們 如果 未來 那個 我希望你們知道 就是 這些活動其實都是為了你們 希望你們呢 因為參與了這些活動之後 你以後回到學校去 學自然科 學物理 學化學的時候 你不要害怕 因為這些東西 原來都是好玩的 了解嗎 不要忘記 你曾經在中央大學 玩這些東西 如果有 達到這個目的的話 其實我就不滿意 所以呢 最後最後 我這邊呢 要 代表中央大學 科學教育中心 然後 特別是做了一個 感謝 我們華老師 那 各位就是最佳的 這個來賓 來幫我們鼓勵 謝謝華老師 謝謝各位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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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了嗎 好了 OK老師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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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件事 非常重要一件事 什麼事情 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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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來是雲系節目啊 我們只知道 要長長久久 在有什麼 黃老師 或是這個團隊 這麼優秀的團隊 我們怎麼可以 只讓他們來一次 對不對 對 所以啊 各位要聽給大家喔 希望黃老師這團隊 再來我們家的歌學廣場的 黃老師 哦 哦 全場都舉手 連中部人都舉手 百分之百 所以 黃老師 這邊是不是就當唱 的話一樣 你看這邊有聲音 有 有 可是把它徵求其他同學的 那個 其他老師 要分流 對 這不管 反正我們只管 然後他們還要再來 對不對 謝謝 好 謝謝 那最後也謝謝大家今天的開運 希望你們都玩得開心 然後要吃第二輪冰淇淋 歡迎你們留下來 好嗎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有問題也繼續留下來討論 謝謝老師 謝謝